HELLO 大家好,我是凱莉 所以都做好了,是Gail 我們呢,先用泰文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了 Sawarita 今天呢,我們要帶Gail來吃的呢 就是各種的泰國料理 那Gail你知道嗎? 泰國菜呢,其實在全世界各地都很受歡迎嘛 所以呢,世界各地也有非常多的泰國餐廳 但是呢,要讓這些泰國餐廳擁有一定的標準 其實泰國政府啊,他們有一套非常完備的停選的制度喔 這個制度就叫做泰精選 我已經說在泰國有很多泰式的餐廳有拿到這個泰精選 泰精選的標箱 可是台灣的觀眾可能還不太認識 所以我們要不要介紹一下 那我們有找到好吃而且又值得推薦的泰國餐廳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的是擁有 來,鏡頭跟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來看,有這種泰精選標章的餐廳 那這個泰精選標章呢 它是泰國的商務部啊 他們有靠完備的這個制度去評選出來的 所以只要擁有這個標章呢 就代表這個泰式餐廳它真的是非常道地的喔 那這個泰精選標章 它在全球各地總共有1300多家的餐廳 都有這個泰精選標章 那在台灣就有69家的餐廳喔 那我們今天特別找了Gail來 就是要讓你來評鑑看看這些餐廳到底道不道地呢 好,放心我會用我最嚴格的標準來想想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趕快一起Go喔 Gail,我們第一間來到的呢就是送丹樂 那送丹樂呢它是泰國東北地區的美食代表嘛 所以今天在我們旁邊的就是送丹樂的總經理楊總經理 各位你好,我是曉莉莉莎 那總經理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你們送丹樂的特色嗎 我們送丹樂第一間呢是位於曼谷 落成於2012年 然後我們在2016到2022間呢 獲得了米其林一星七次的肯定 然後呢我們還獲得呢 泰國商務部所頒發的泰精選標章 是 這份殊榮呢讓我們在業界呢獲得更多的聖誉 我們今天要為你們推薦的呢是我們的 伊扇豬炸豬肉 然後呢野南南漿雞湯 打拋豬肉飯 然後呢這是我們很道地的泰式的伊扇大平盤 那我第一道我想要先吃吃看這個 伊扇豬炸豬肉是嗎 是的 好 很好吃 外面脆脆的然後裡面很嫩 嗯 而且我覺得它一入口的時候 它那個鹹香味很足 我覺得它加了那個南進角醬之後啊 跟啤酒完全就是完美的搭檔欸 完美這樣適合搭配 那Gyo讓我來幫你服務一下 謝謝 哇它裡面好多料喔 這個野南南漿雞湯啊 它裡面有加入這個泰國的香料四寶 吃出來的時候就覺得有很多的香氣嘛 所以我覺得它喝起來感覺風味上有一點微酸去提味 可是因為它又有加野奶 所以不覺得喝起來的時候 又有很濃的那個奶香味 奶香十足味 接下來我們換吃這道看看吧 這個打拋豬肉感覺就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味道跟我在泰國吃的一模一樣 對 總經理請問你有什麼特別的小小吃嗎 我們不同於一般餐廳都使用九層塔 我們堅持用道地的做法 用打拋葉去做爆香 然後讓香味呢可以更柔順更凸顯出來 所以它吃起來都會讓你們覺得 身在泰國在吃打拋豬的那種感覺 對 最後這一道衣扇大拼盤 我相信Gyo你一定知道吧 對這個是泰國的傳統小吃 還有宋丹樂的辛吉炸雞翅 然後有金錢蝦餅 然後還有米線炸豬皮蔬菜棒 青木瓜沙拉 還有這個是銀海豬肉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的食材耶 而且呢它還有獨特的沾醬 就可以呈現道地的吃法 青木瓜沙拉也很酸 我很喜歡 你很喜歡 很道地嗎 對 哇吃完這麼多料理 Gyo你覺得口味如何呢 真的很好吃 然後真的很香 我從小吃到它的這些味道 味道 哇聽起來真的是 非常泰國道地的口味耶 今天也非常謝謝總經理 讓我們品嘗這麼多美食 對 第二間餐廳 我們來到的是台北喜來登的 蘇康泰餐廳 它的主廚非常的厲害喔 它曾經任職於多家 國際頂級奢華酒店的 太極名廚Jimmy 那它的特色呢 就是會把這種 宮廷料理的精髓 果雕 Food carving 融入在它的料理當中 宮廷菜嗎 沒錯 很期待 那筷子帶我去吃吧 沒問題走吧 哇 又到了我最期待的試吃環節啦 那現在呢 在我們旁邊就是我們 思考泰的主廚 Jimmy 大家好 謝謝 Então 一下 我們來關K 五十五年 兩萬 廿 四十五年 個 我們 除了台四年代, 各位人们在关闭上的历史 因为我们在各个国际 我们在关闭上的历史 他们在关闭上的历史 在关闭上的历史 我们在关闭上的历史 没错,因为太精选标章 我们都知道要符合这些评价标准才可以拿到 这些评价标准才看起来这么厉害 可以请我们介绍我们介绍的餐点吗? 我们先来评价标准才 这些评价标准才 开始从设计判施标准备 我们在设计判施标准备 然后是Model 我们仍然保证为护准备与似的颜色 我们仍然保证为公平的老公司 我们在设计判施标准备业 我们有四个产品 如果是几个产品 如果是双方的材料 我们将是双方的材料 我们将是双方的材料 从日本、日本、澳洲、澳洲 美国 全是双方的材料 但材料 然后是双方的材料 我们从美国的材料 它吃起来有那种酸辣的感觉 非常地提韦 将来是双方的材料 将来是双方的材料 美国的材料 这就是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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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很脆 很好吃 外属的濃烈 那是我的酸太大姨 讓我看看 那是哪有東西嗎 我的酸太大姨 這是我們第一蘋果的 是我們的酸太老頭 唐一下的酸太廈是 我們有酸粉絲和摺塵塑料 而�etry還想要用最老頭的粉絲 就是奶油 奶油 奶油 酸甜的酱汁的感觉 然后我刚刚吃它一上来 所以我就有闻到它那个泰国虾的味道 它其实非常的浓郁 所以它那个泰国虾的香气 然后再加上这个菜式好整套 它其实我觉得整个吃起来 是会让人家会想要接着一口吃的 哇我觉得这三道真的都非常的好吃耶 那Gail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 你会怎么来说呢 我觉得很像回到家乡一样 就像回到泰国一样 这一次真的超好吃 哇那真的让我越来越期待下一家了耶 我们赶快去吧 最后一家呢 我们来到了盘泰家 那Gail我们刚刚进门的时候 不是只有我看到吗 它的门口就有这个泰金选标章嘛 我相信这间餐厅一定也是通过了 层层的考验才拿到这个标章的 拥有这个泰金选标章的餐厅 它的味道一定是非常正宗又道地的 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间餐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说 因为它从2018年到2023年 它连续6年都获得了米其林推荐之外呢 他们家的泰式炒河粉特别厉害 炒河粉在泰文是不是叫做帕泰啊 对啊 你知道吗 帕泰在泰国真是一个很有名的菜 不管是在餐厅或是在街头小店都能见到 今天来这个泰泰家一定要吃到这个软壳蟹炒河粉 软壳蟹炒河粉 我觉得光是在搅的时候啊 然后它的河粉就有那个香气跑出来而已 而且我一定要夹一下它的软壳蟹啊 因为它的软壳蟹啊 其实吃起来是非常的鲜嫩酥脆 然后再加上它的草河粉整个两个搭配夹起来非常的国气十足 对不对 很好吃 对对就酥酥脆脆的 然后一咬下去 你觉得跟那个河粉两个人搭在一起是超match的耶 那接下来是椒叶酸辣烤鱼 我觉得这条鱼啊 它一打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外表是金黄的嘛 而且我觉得刚刚给我一把那个叶子椒叶打开的时候 我就有闻到一点香茅的味道耶 因为我觉得这个鱼啊 然后它那个酱汁呢 是主厨有特别调制的那种泰式酱汁 它是下去腌制过后 所以烤过之后你刚一打开的时候 就闻到那个香茅的味道是整个飘散在空中耶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那个鱼肉吃起来是有那种 迷人的酸辣口感 让人吃了一口就回味无穷耶 下一道菜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菜 后宫玉香精砖是我最喜欢的芋头 水豆腐鸭放入香菇丝揭小块炸到黄金色 里面还可以看到小芋头块跟香菇丝 搭配煮螺旺子汁与中午糖 鸡香料一起熬煮的酱汁 接起来口感真的很丰富 香味层次非常的丰富多元耶 因为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其实会是豆腐的味道 然后但是呢你多咬几下你就会吃到那个香菇跟芋头的味道 那层次真的非常的多元耶 最后这一道菜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在一般的泰式餐厅好像没有看过耶 它这个呢是塔泰家的橄榄手卷 那它就是使用这种很鲜嫩的橄榄叶啊 然后加上八种食材 然后最后呢再淋上这个主厨特调的酱汁 直接把它卷起来吃的 可是我觉得我光是听说明 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耶 Gyo你可以教我吗 首先我们要拿橄榄叶 对然后做成这个 哦 漏豆状 然后就放全部的都放进去 哦就把这八种食材就是想吃的就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是不是还要加那个酱汁 对 一吃下去的时候我知道它那个柠檬的酸味 然后还有它肉的那种鲜嫩的味道 然后因为它外面是包那种很新鲜的橄榄叶 所以我觉得整体吃起来是非常爽口的感觉 嗯 蛮好吃的耶 因为我常常来台湾嘛 然后很多次都很想泰国的菜 所以透过这个泰金选标章 我就终于可以吃到很道地很像家乡的泰国菜 所以提醒大家 赶快去这个泰金选标章的粉丝专页上 任何你不知道的泰国文化或是泰国事物 你在这个粉丝专页上都可以挖掘到喔 而且就像Gail一样想吃什么想吃家乡菜 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最早电话 你就看这个泰金选标章的餐厅 只要来到这些泰金选标章的餐厅呢 绝对会可以让你找周很多冤枉路喔 对 大家赶快去追泰金选的粉专页喔 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